第七三七节,进一步讨论异士的家族,找房子与可能性。 1975年2月17日星期一,晚上9点26分。 我们跳过了上周两次的常规课,一时真可以休息, 并且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找房子, 但在2月11日星期二,真上了ESP班的课。 这些笔记与第七三二结尾的笔记相呼应, 真在那节里开出了塞斯一时家族的名单, 但在那节的最后他却在想, 当他在几年前开始了苏玛丽的突破时, 苏华金斯曾通灵地调准到第二个一时家族的名字, 塞斯没在第七三二结给的一个。 真认为那个家族名字与塞斯后来说的格拉玛大很相似。 苏华金斯现在住得离我们很近, 自从第七二九结后就没再见过他了。 不过苏的确参加了上周二晚上的ESP课, 在课间他递给我一张纸条, 大致是这样写。 在我参加的1971或1972年早期谈苏玛丽的一节里, 我收到了一个一时家族的名字, 而塞斯说他是格伦纳福, 他不在上个月的名单里。 班上大约有40多个人, 当塞斯传过来时, 苏只有时间问一个问题, 格伦纳福是否与塞斯在第七三二节里命名的任何意识家族有关。 塞斯回答, 的确如此, 他是与已经给的一个有关。 课后我答应了苏, 我不只要在我们的档案里找格伦纳福, 而且由塞斯的帮助, 正和我终究会对那个家族得到更多的资讯, 而将之放在本书的柱里。 下一个家族, 伯莱丁主要是与亲子打交道, 这些人是自然的陈氏父母, 那是说, 他们有能力制造从某一个观点来看, 拥有某些卓越特质的孩子, 这些孩子有聪明的头脑, 健康的身体, 及强烈的清晰情感。 举例来说, 虽然许多人是在特定的领域里工作, 发展知性、 情感或身体, 但这些父母及他们的孩子, 产生维持着良好平衡的下一代, 没有新或身的一面是牺牲了另外一面而发展的。 这些人格在身心两方面都拥有一种很深的弹性, 而被用为一个很强大的地球资产。 不用说, 一个意识家族的成员, 常常会与另一个家族的人结婚, 当然同样的事情也在这儿发生。 当这发生时, 就嵌入了新的稳定性, 因为这个稳定的家族被当作是一个人类的库存, 提供了体力与脑力。 具体上而言, 这些人常常有许多孩子, 而通常其下一代, 在他们选择的不论哪个人生的领域, 都会做得很好。 生物上的说, 他们拥有某些会使得在基因里的负面密码无效的特性, 他们通常是非常健康的人, 而与这个集团的人结婚, 能自动结束所谓遗传了几代的弱点。 那么, 这些人相信性、身体及家庭单位之自然的美好, 不论这些属性在他们所属的物质社会里是如何被了解的。 不过一般而言, 他们拥有一种迷人的自发性, 而所有他们创造性的能力, 都用在家庭团体以及孩子的制作上。 然而, 这些并非古板的父母, 盲从的顺从习俗, 却是那些视家庭生活为一种细致的活生生创造艺术的人, 而视孩子们为雪肉做成的杰作。 他们绝不会以过火的过度保护的照顾来吞噬他们的后代, 却会快乐地把他们的孩子派出到世界里, 知道那些杰作随之也必须完成自己, 而他们曾帮助做那个打底的工作。 伯莱丁是一种本钱, 到目前为止, 永远保证你们族类的存续, 即使经过大风大浪, 而他们多少平均地分布在地球上, 并且在所有的国家里。 他们最像苏玛丽, 与之有同样对艺术的爱好及同样的一般心态。 他们通常会寻找相当稳定的社会状况, 在其中生养他们的孩子, 就如苏玛丽会找同样情况来制作他们的艺术一样。 不过他们为他们的孩子们要求某个程度的自由, 而虽然他们并非政治活动分子, 像苏玛丽一样, 但是他们的概念常常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来临之前 跃入主要地位, 而有助于创始那些变迁。 一个大的不同在于, 苏玛丽主要是与创造性及艺术打交道, 而常常把家庭生活放在次要地位, 如真和我曾做的。 然而这个家族则把下一代想作是活的艺术品, 其他的每件事都从属于那理想之下。 苏玛丽常常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化的、 灵性的或艺术性的传承, 柏莱丁家族则提供了一个平衡良好的地球库存, 就个人而言的一个传承。 这些人是和善、幽默及爱惜惜的, 且充满了一种活泼的慈悲, 但他们太聪明了, 而不会有繁衍于其他个人之弱点上的那种变态的慈悲。 一个画家期待他的画画得很好, 或如果你让我开个小玩笑, 至少他应该如此期待。 这些人期待他们的孩子是平衡良好的, 健康的,热爱灵性的, 而因此那些孩子就会如此。 几乎在任何行业里, 你都会发现柏莱丁家族的良好分子, 但他们主要的关怀会是在具体的家庭单位上。 这些父母并不会因为他们孩子的缘故而牺牲自己, 他们太了解被放在这种下一代身上的压力。 反之, 这些父母保留他们自己清楚的身份感, 以及他们个人的特质, 来给孩子们做个有爱心的独立成人的清楚榜样。 下一家族, 伊南达, 是由交换者组成的, 他们主要是在从事概念、 产品、 社会与政治观念之交换与交流的伟大游戏。 他们是旅行家, 把他们的想法由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 混合文化、 宗教、 心态及政治结构。 他们是探险家、 商人、 士兵、 传教士及水手。 他们常常是改革运动的成员。 世代以来, 他们都曾作为概念的散播者及童话者, 他们在各处出现。 历史性地说, 他们也是海盗及奴隶, 他们常常主要地涉足于社会的变革力。 在你们的时代, 他们可能是外交家, 就如他们在过去也是的一样。 他们的特点常常是那些爱冒险之人的特点, 他们极少在一个地方常住, 但如果他们的行业是处理由其他地方来的产品的话, 他们就可能会。 就个人而言, 他们可能彼此看来在天性上非常的不同, 但一般而言, 你不会在大学里发现他们身为老师, 不过你可能发现他们是在田野工作的考古学家。 许多推销员属于这个范畴, 以你们的说法, 他们可能是四海为家的人, 而且常常很有钱, 所以经常的旅行是可能的。 然而在某一方面, 在某种架构里, 一个小国的威贱商人, 他旅行过附近的省份, 也可能属于这个家族。 这些是一群活泼、 多化、 有想象力而通常可亲的人。 他们对事情的外貌、 社会的习俗、 市场、 目前流行的宗教或政治理念有兴趣, 他们将之由一处散播到另外一处。 在事实及比喻性两方面而言, 他们都是种子的携带者。 他们可以是骗子, 贩卖假设有奇迹式的价值的产品, 而以他们都市人的气焰, 令小地方的居民目眩。 然而即使在那时, 他们也会随身带着其他概念的气氛, 常常将其他地方的人已经熟悉的观念, 嵌入封闭的地区。 那个意识家族的成员时常提供新选择, 他们可以是科学家或置身于陌生土地之最传统的传教士。 在你们目前的时代, 他们有时是印度人、 非洲人或阿拉伯人, 履行到你们的文明, 他们增益了了不起的沟通之流, 他们也许是感性而非知性的, 如你们对那些名词的了解, 但他们是浮躁的, 通常奔波个不停, 他们也可以是演艺人员。 在过去, 有些伊尔达曾经是了不起的交际花, 而纵使他们不能真的去旅行, 他们的心却是在沟通的核心, 那是说, 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是与真的到处旅行的外交家来往。 那么, 许多主宰了欧洲沙龙的交际花属于这个范畴, 十字军东征涉及了这个家族的伟大运动, 在其间贸易与商业以及政治理念的交换, 远比其宗教面重要多了。 在过去的天主教教会里, 这个家族的某些成员成了新修会的创始人, 距离来说, 对商业及财富会演独具之见过世面的耶稣会会员, 及一些更事故的教宗。 这些人也许是艺术的欣赏者, 但通常是为了其商业价值。 现在, 你们常常可以在政府部门里找到他们, 在那些涉及旅行或金融的领域, 他们常常喜欢密谋, 总而言之, 他们混合风俗。 至今真和我没能找到一个 令我们直觉感觉是对的房子, 虽然我们在2月3日看到 在弗斯特路上的那个房子以后, 就颇感兴趣。 之后, 我们也看许多其他的房子。 上周四下午真忙着上他的写作班, 所以我一个人去看房子, 并没有感觉任何了不起的好奇心, 我又去看了一下那坡物。 再次的, 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们。 在晚餐桌上, 当我问真时, 它也有同感。 第二天, 真关于弗斯特路的情形, 有一个听觉上的灵异经验。 星期六早上, 我们提出了一个正式的价码, 为了我们自己的理由, 我们提出了一个低价, 而很快就被拒绝了。 但这并没有完全让我们, 或塞斯死心。 然后, 今天下午, 我们开车去宾州的塞尔市, 看到我们去年想买的房子, 扔在出售中。 我们以为塞尔的插曲去年就结束了, 但今天那些先前事件的回响是如此的显著, 一直以为我认为以一种最实际的方式, 它们是从过去进入现在的投射, 而且也进入到未来。 你可以把这个用在树里或不用也可以, 那是说, 没有这些, 口述也可以平顺地继续, 或它可以被插在这里。 有各种各类的苏玛丽, 就如在每个意识的家族之内, 也有很大的变化。 不过, 即使在与你们系统有关的可能性里, 你们找房子的事, 可以作为苏玛丽, 为别的苏玛丽所吸引的一个绝佳例子。 这同样的关系, 在其他的家族之相互关系里也可以看到。 你们已经注意到了, 至今吸引你们注意的两个房子之相似性。 第一栋在塞尔市的曾老早在未知的石像里提到过了, 你们以为它肯定被卖掉了, 而今天却发现并没真的卖出去。 当你们讨论这些问题时, 一个相当重要的要点逃过了你们的注意。 第一个房子的所有人, 马可先生是一个古董与宝石的商人, 非常热衷于他的工作, 而且沉迷其中, 认为那是他的艺术。 那房子在一边有一个花园及一些高大的树木, 而在另一边有一个相当隐秘的院子。 到某个程度, 那个人的家庭对他而言变成次要的了, 厨房与餐厅相当的小, 他的办公室在楼下, 而他常常在家工作, 他的艺术排在第一位。 第二个房子, 弗斯特路上的, 贝娜给了他其个性的屋主拥有了许多年, 那大客厅是如此的宽阔, 使得他可以容得下一部大钢琴。 屋子的男主人把钢琴当作是他的艺术, 他是在卖钢琴的, 而那客厅只不过为的是要衬托那钢琴而已。 再次的, 他有一个小厨房, 一个花园及一些私密性, 可是因为住在这两个房子里的人, 以他们的工作为中心来布置他们的房子, 所以那两个房子吸引了你们。 这是你们所收到并且对之反应的讯息。 你们并没有对在那些家庭里, 必须忍受那些状况的其他人之态度反应, 因为对你们而言, 那种状况是自然的。 当然, 两个房子都没有表现出 你们自己特殊的个人化生活方式, 但每个都够接近, 一直令你们感兴趣, 而任一个都可以十分容易地将之变得适合你们的目的。 也因为那把他们的最大特色印在那些房子上的人 如此地分享了你们的一些倾向, 所以你们会被吸引。 在第二个房子里, 你们对私密性的想法 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给你们看。 在那儿, 窗子甚至都打不开。 在第一个房子里, 到二楼的楼梯是故意设计得很陡, 而从来未被改过,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被邀请去参观私密的家庭卧房。 那个楼梯就是要让人望而缺步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房屋前客。 如先前提及的, 在塞尔世代你们看第一个房子的前客夫妇有明确的艺术倾向。 那个女的尤其喜欢的房子, 而认为你们也会喜欢。 她与你们对艺术与工作的想法认同, 而仿佛看见她自己这一个可能的变奏快乐地安居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你们的第二个前客女士代比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把你们无误地领到佛斯特路的房子。 她以画画为嗜好。 你并没有意识地挑出有艺术性联系的前客, 但你们被引向他们, 而他们也被引向你们, 你们认出彼此的特性。 当你们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时, 你们自动唤起了你心灵的所有部分, 你带动了可能性。 到某个程度, 这种决定组织了那些模式,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 当你决定要搬家时, 你把你自己与其他也做同样决定的人联合了起来。 一个搬走的人会留下一栋房子或一间公寓让别人搬进去。 那么无意识地, 这些迁居者彼此联合, 这儿有交感性的可能性被设定了。 另一对也对弗斯特路房子感兴趣的是音乐家, 因为与你们同样的理由而被他吸引。 你会发现他们在塞尔市的房子很有意思, 不过他们主要是音乐教师, 他们的目的并不涉及你们想要的同类私密性, 虽然他们认为它很具吸引力。 现在一般而言, 你们觉得典型的牧场式房子不舒服, 因为儿者应是很明显的, 他们主要是提供特别的家庭生活, 显然将工作与生活区分开, 而工作肯定是在房子外面做的。 既然你俩都在家工作, 一般而言, 那些房子并不适合你们, 工作没被并入日常家庭生活里, 却显然是与之分开的, 那是你俩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的事。 虽然你们并非农夫, 但却比较喜欢农场, 只因为在那儿, 工作与家庭生活是一体的。 因此, 两栋房子都仍存在于你们实际的现在, 为可能的选择, 因为你们并没有排除它们。 多年前, 你们还对另外一个房子感兴趣, 再次的, 它也是唯一一个艺术家所拥有, 一个巧合吗? 不太可能吧。 我呢, 是建议你们买它, 它对你们两个都很好, 但你们却害怕它, 而你们的感觉与那合约, 被退伍军人协会拒绝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房子对你俩代表了, 你们认为的不受束缚的, 无纪律的创造性, 它是肮脏而拥挤的, 那艺术家有些四处乱跑, 而不受控制的孩子。 可是在那儿有许多的游戏性, 可以调和某些你们有时候具有的, 不得了的共同严肃性。 那么, 你们并没选择这样一个可能性, 正如你们也不选择一路接受我的劝告一样。 退伍军人协会拒绝了那个合约, 但那代表了内在执行纪律的人, 而你们并不想与世界分享你们的道路, 后来你们也不想与你们塞尔市的邻居 分享你们的车道。 11点43分, 我告诉珍说, 大半的塞斯资料有一种特性, 就是说一旦听到之后, 事情就变得如此的明显, 以至于我们反而变成很愚钝,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同样的结论。 一个澄清, 塞斯并没有真的建议珍和我买那1964年的房子, 他在休息前说他曾建议过是珍这方面的扭曲, 即使在出神状态里, 他的记忆也可能会出错, 或他可能触及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实项。 塞斯的确曾说的是, 如果我们真的买了那房子, 我们会享有的好处。 他在1964年6月28日的第65节里讨论这整件事, 用到像这样的句子, 我绝不会替你们做任何决定, 你们今天所看的房子会证实是个极家的选择, 以及如果你们买那房子, 以及你们必须做你们自己的决定。 当你们搬到这儿来时, 在1960年从塞尔市, 你们选择目前的这个小区, 特别是因为它是非常专业化的, 工作与家是合在一起的, 隔壁的牙医在同一个屋子里居住及工作, 而在转角处的另一个牙医, 以及在它旁边的脊椎按摩治疗师, 也都是如此。 有一个你们认出来的统合因素, 在那儿, 办公室与家是在同一个地点。 为了那个理由, 某些所谓都市里的地点可以很合你们的用, 那是说, 埃尔摩拉并不是一个大都会, 但在有些地区, 富有土地的老房子, 位于其他现在被用作办公室的老房子之间。 郊区显然不适合你们, 除非你们找到一个房子, 与其他的房子分开, 却在同样的大致范围里。 至今你们喜欢塞尔与弗斯特路那两个房子, 因为它们的土地将之与邻居分开, 而且给了清楚的界定之界限, 这对你俩都非常重要。 因为有如我提及的这种内在的联系, 你们的意图向外流出, 而被其他人收到。 举例来说, 光是要探入在这个时候被所有那些 对那两个房子的任一个感兴趣的人 所唤起的可能性, 就需要一整本书。 甚至福斯特房子现在的屋主 就把它当作是工作, 因为那女主人本身就在从事与房屋买卖有关的工作。 不过鲁伯觉得那儿的地毯不合适, 因为它们不符合她对工作地点的概念。 可是那女主人对她们颇以为傲, 那女主人的工作在那方面是有关装潢的, 而那地毯代表了她认为适合那个房子的东西。 我给过你们的暗示, 应该有所帮助。 那内在的声音说, 等个几天吧。 因为鲁伯无意识地知道 那个屋主已经有一个很可能不会成交的更高的出价。 在那个情形下, 那女主人后来会比较肯降价。 此节结束, 除非你还有什么事要问的。 罗问, 你要不要对真的听觉经验说些什么呢? 当然, 我无法很快地回答那个问题, 不过可以稍微提一下, 鲁伯自己的信息是正确的, 而它的确是来自图书馆。 当你想要时, 我可以再详加说明。 可是还有一点, 两栋房子也都有造好的书架, 换言之, 是鲁伯图书馆的实质版本。 如果你现在要那整个解释的话, 我可以给你。 我衷心地祝你们找房子顺利。 住一, 两周之后补充的住, 第七三八节级妇罗二十七包含了补充的资料, 显示格伦纳福对苏华金斯的特殊意义。 住二, 当塞斯第一次在第七三一节给了意识家族的名字时, 我就将之列了出来。 再次我不再提醒读者塞斯描写每个家族特质的那些课, 却只想尝试以几个字综合每一个的整体机能。 一, 格拉玛大, 建立社会体系。 二, 苏马菲, 通过教学传递原创性。 三, 杜默, 医治, 不论其个人的行业为何。 四, 佛德, 改革现状。 五, 米尔伍梅特, 神秘地自愈人类之心灵。 六, 祖礼, 作为身体的运动的模范。 七, 柏莱丁, 透过亲职给人类提供一个地球存货。 八, 伊尔达, 传播及交换概念。 九, 苏马利, 给人类提供文化的、心灵的与艺术的传承。 塞斯对意识家族的资料引起了我们很多的问题, 每个家族的成员是如何通过转世或透过可能性及对等人物的机制运作的? 而珍自己自从大约一个月以前的第七三二截起, 就一直在思考心灵之相互关系的整个题目。 他最近写道, 我们把塞斯谈对等人物及意识家族之资料, 当作是绝佳的解释, 作为帮助我们感知及组织那些被通俗的学院派忽略的, 我们更大实相的各面之主题性架构。 塞斯的解释代表了通常逃过我们注意的实相之面貌。 现在看起来仿佛如此明显, 必然有如塞斯的意识家族这种联盟, 而我们每个活在任何既定时候的人都参与了一个或更多这种心灵集团, 正如我们在一般的层面上形成, 好比说不同的国家。 住三, 当珍在上周五下午午睡时, 他叫他自己的内我让他知道关于买佛斯特路房子的事该怎么办。 他睡着了, 然后飘到一个相当平淡的梦里去, 突然一个男性的声音以一种非常侵入性的方式大声地穿透了那个梦目, 只说了, 等个几天吧。 珍醒了过来, 那不是塞斯的声音, 但我认出他是在给我答案。 他后来告诉我, 我很确定这一点, 他甚至比那个梦还清楚, 因为那个梦是如此的模糊, 我几乎记不起来了, 但甚至在我得到答案之后, 我也太亢奋而没有听从他, 我想要做些什么, 采取一些行动。 其结果是在星期六, 我们对那佛斯特路的房子提出了我们的低价, 我们这样做主要是释放掉我们对于它累积起来的, 心灵能量, 认为如果我们后来有新的话, 我们可以再出个较高的价钱。 我们的策略成功地释放了我们, 而我猜, 我们已与佛斯特路无缘了, 既然我们已达成了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就无异于知道, 是否有别人对那房子出更高的价。 在上周末, 我们预测了真在他听觉的经验里, 涉及了他三层或三个部分的自己。 一, 他做梦的自己, 那提供了一个安室的架构。 二, 他侵入性的或图书馆的自己, 非赛斯。 三, 他有意识的自己, 那信息的接收者, 以及把他全都组织起来的他心灵的那个部分。 柱四, 在此, 赛斯触及了设计我们房子事件的几个旁枝, 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才一起提出了。 那么这个柱会详谈包含真和我, 在塞尔及爱尔摩拉房子, 我们一直在打交道的房屋前客, 强森夫妇及代比, 他们彼此并不相识, 及一些其他的人之丰富的相关领域或可能性。 当代比代珍和我在2月5日去看佛斯特路的房子时, 他告诉我们另一对夫妇, 他们住在塞尔市, 而我将称他们为史坦夫妇, 也看过这房子, 而计划提出一个价钱, 并且在同时试着卖出他们自己现在的房子。 我们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我们只把这一点消息, 与由我们去年找房子的事情发展出来的联系, 一起归挡在脑海里。 即使现在我们仍未明白, 在1974年4月的那些事件, 与现在这件事之复杂的关系, 还会如何地继续生长? 距离来说, 当珍和我今天, 3月17日在塞尔市, 重新发现马可先生的房子, 并且很惊讶地看见他仍在出售时, 我们立刻拜访了强森, 他在去年曾带我们去看过那房子, 我们又碰到了另一个惊奇, 因为强森夫妇是负责卖斯坦夫妇 在塞尔市房子的前客。 我在这儿想强调的是, 史坦夫妇是音乐老师, 他们曾被一处在阿尔莫拉的房子所吸引, 那房子被一个男人拥有许多年, 那人身为商人, 却与音乐有很强的联系, 尤其是钢琴。 附带地说, 史坦先生在阿尔莫拉教书, 所以他和他太太决定搬到这儿来, 以减低他在塞尔与阿尔莫拉之间的奔波。 塞斯说, 珍和我会对在塞尔市的史坦家有兴趣,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的强森告诉我们他是要出售时, 我们在路过时看了他一下, 事实是, 他没有任何让我们来店的地方。 我应该补充说, 珍和我给弗斯特路的房子开出低价的理由, 与史坦夫妇或别人对那个房子所开的价钱全然无关。 珠五, 两周之后我再读塞斯在这儿的评论时, 我觉得相当的幽默, 见插在第七三八节开头有关颇居的珠。 珠六, 但在有意识的层面, 真是太没有耐心去听从他自己内在的劝告, 见第一次休息时的珠及珠三。